大家好,我背后这座像城堡一样的建筑就是中国最出名的民间豪宅乔家大院 有皇家看故宫,民宅看乔家的说法 乔家大院始建于1756年,整个院落成双喜字形,分为六个大院 那套20个小院,313间房屋,三面临街,四周是高达十余米的全封闭青砖墙 大门为城门洞室,是一座具有北方传统民居建筑风格的宫宅 而乔家大院的代表人物就是乔家第四位当家人乔志雍 乔志雍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附幼,本欲走入仕途 刚考证秀才,兄长故去,指得气温从商 乔志雍由善于佣人,这是他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乔志雍人生最后一件大事,就是为后人留下了这栋乔家大院 因为他从来没有拆过,一直保存了原汁原味 在山西保存至今的晋商宅院中,这是唯一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乔家大院作为民宅,其建筑规模和复杂程度 早已超出了一般民宅的规格,现在我就带大家看一看 我们看到,乔家大院的门前并没有旗杆和诗狮子 但是高大的院墙足以显示出主人威严的棋盘 大门正对的这个罩壁是一个符字 罩壁后面是由一百个兽字构成的 在百兽图的两边有一幅对联,损人欲以赴天理,续道德而能文章 这是当年清朝明臣陕甘总督左宗堂写的 意思是,做人要加强道德修养,摒弃个人私欲 这句话后来也成为了乔家的家训 那么左宗堂为什么要亲自到乔家提写了这段迎联呢? 清光绪二年,左宗堂受命出兵新疆平乱 然而朝廷不仅没有拨款,反而还让左宗堂自己想办法解决军费问题 幸亏乔家当时的主人乔治庸及时出手,解了左宗堂的燃眉之威 新疆才得以顺利回归,维护了祖国疆土的完整 进入大门后,我们首先看一下大院的简单构造 我们面前这段长八十米的涌道,将乔家大院的六个大院分为南北两院 北院房屋大都高大,是长辈居住的地方 南边的房屋相对较低,是晚辈居住的地方 大门是朝东开的,所谓紫气东来 首先看到的宅院是第一院,又叫大夫帝 大夫帝,即士大夫的门帝 一般是指门职官员的私宅,不是平民百姓的草门 进入大门,我们会看到一个罩币,叫福德祠 一是起装饰作用,二是起镇宅辟邪的作用 墙壁上的墩叫堪,是供奉土地爷的 我们接着往里走,这个院子是一个离五外三的川新楼院 我们要连登三级台阶,寓意为步步登高的吉祥祝福 乔家大院不是一口气建造完成的,是分期建造完成的 第一院也就是第一个建造完成的院子 它是由乔治庸的父亲所建的 第二院敦品地,主要展出的是乔家的发家室 敦品是砥砺品德,提升涵养的意思 第二院大门内也有一座用来供奉土地爷的福德祠照壁 两边对联写着 为中央而暂化玉,配三才以火生成 意思是,土地孕育百姓,三才者,天地人 百姓敬仰天地人,合成完整的世界 跨过院门楼,进入二进院 正房上悬挂直思居匾额 意在提醒后人,要尝思自己的职责所在 这里展出的是乔家发迹史 这幅图显示了乔家的主营生意茶叶 经福建武夷山,穿过广毛的中国大陆 经过蒙古一直到达俄罗斯的圣彼得堡 第三院,芝兰地 芝兰是一种材质高雅的香草 所以取密为门蒂高雅的意思 第三院,又叫三宝院 我们来一键一键看 从正房看起 正房内的叫犀牛望月镜 它是用东南亚铁梨木雕刻而成的 平时我们见到的木头都是密度小于水的 所以放在水里会漂浮起来 而东南亚铁梨木的密度则很大 它会沉在水底 200年来,镜子影像清晰,结构完美 大家看,它分为三部分 上面是镜面 它像天上圆圆的月亮 然后是祥云 最后是一头犀牛 经文物专家鉴定此镜最低价值300万人民币 我们再看头顶第二件宝物 叫做万人球 这是个圆球形的镜子 无论有多少人在房中 无论站在哪个角度 都可以在镜子里找到自己 而且印象十分清晰 不会变形 所以叫做万人球 那它当时是有一个重要的用途的 当时乔治庸把它挂在正房的窗外 经常会与自己的掌柜商讨商业事宜 可以起到监视的作用 防止有人在外面偷听 此物是清代的义物 第三宝就是悬挂在西厢房的这两盏九龙灯 九龙灯是用乌木制作的八角形光灯 因为灯上共雕有九条龙 故成九龙灯 这九条龙分上下两层排列 灯的顶端是一条龙头 这对九龙灯是当年慈禧太后西陶时 从宫里带出来的 由于在逃难路上借宿在乔家 并借了乔家许多钱 这灯随后就赐给了乔家 天下独此一对 第四院门楼 城起地 城起 继承前人 启发后人 取承上启下之意 这个院子展出的是乔家关于行商 做商等经商的习俗 货币 度量行剧等 第五院门檐下悬有中县地边 中县中规中矩 恪守家规的意思 第五院也是乔家大院的主人乔智雍所建 它也是一个离五外三的穿心楼院 首先 我们看到门楼上方有一块匾 叫在中堂 取义为不偏不倚 体现了主人的中庸思想 依禁院正房门楼上悬挂着碧琳匾 碧琳 清绿色的美丽玉石 穿过川新院 我们来到李院 首先我们来看 它是一个明楼院 二楼是有门有窗的 相对第一院来说 它的建筑风格就十分的讲究 李院的内屋展示的是荤俗 而这里也是乔家大院最宏伟气派的院子 也是当年名造一时的电影大红灯楼高高挂的主要取景地 现在我们来到第六院 第六院原先是乔家主人要建造的一座属房院 当时已经买回了全套的假衫 但是1937年七夕事变的爆发 这里只留下了一部分花园 1938年乔家出逃留下了未完成的花园 乔家大院最终能够保留下来 也和乔治庸的人后有直接关系 当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山西总督玉贤开始在山西地界杀羊人 太原有七个意大利修女逃到旗县 被乔治庸保护下来 并用运柴草的大车拉到河北得救 后来意大利政府给了乔家一个意大利国旗 以示表彰 这个国旗竟然在后来日本侵华到山西时候派上了用场 乔家把意大利国旗挂在门口 日本人看到这是盟友的就没有破坏乔家 但自1938年乔家的后人跑到平津后 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在后来的文革中 乔家大院也安然无恙 能够完整保存到今天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